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從我們民國88年成立 一直到現在 有21年的時候 最主要就是要與我們 彰化在地為我們的主題 希望我們在地民眾 可以針對我們彰化 人文風情各方面 能夠透過文字上的一個書寫 把對於地方的感情 書寫出來 另外也是透過我們外縣市的人 一起來關心彰化的 共同的議題喔 那我們也歡迎大家一起共襄盛舉 為彰化這塊土地 一起來努力 今年真文活動主題是 文字是最溫柔的海域 號召資深作家康元 擔任代言人 並邀集藝文界人士 彰化女兒楊錦玉 詩人向陽及花甲男孩作者 楊富民等人 共同為黃西文學獎 代言拍攝宣傳影片 文學是最能夠表達內心的思想 與情感的東西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透過黃西文學獎的真見 來寫出你對土地跟人民的一種想法 觀念 黃西文學獎是一個非常有特色的文學獎項 那我覺得其實在年輕的時候 我自己也是從文學獎開始投稿起的 那也鼓勵大家自己可以多多地踴躍地去分享自己的想法 黃西文學獎真見聚焦在彰化 希望讓彰化民眾擁有發表文學的空間 同時也積極鼓勵外縣市民眾對彰化投以關注 歡迎熱愛文學喜愛書寫創作的朋友們踴躍投稿 文理是最溫流的海 來投稿啦 第21次 鳳卡文學獎 文字是最溫柔的海域 歡迎大家來投稿第21屆 黃西文學獎 公益頻道許維珍彰化採訪報導